大家好,我是分子转入共振系统分子标靶软体的发明人胡友林 今天要跟大家谈谈血酸方和消炎区域方的临床用法 以及如何搭配动态经络缩短疗程 我举两个临床上实际的案例 希望借由这两个案例大家能举一反三灵活应用 第一个案例,一个年轻人在跑步过后 左手手掌的无名指和小指的掌骨之间 接近勾骨的位置会痛 病人说他无力握拳,如一定要强迫握拳 则该处会有深层的痛感 我询问他跑步时有没有做什么特殊的动作 他就展示跑步时的姿势 就像是鸟围张开翅膀 双手呈倒歪形往后外展的姿势 我想应该是这个姿势导致B神经虫被挤压 另外,由于剧烈运动时倒歪形的姿势 如果持续过长的时间,而平时又没有做这样的动作 很容易拉伤肌肉或引起筋肉韧带错位 我请他设定动态经络三胶经小肠经 因为痛点刚好就在这两条经络之间 再加上消炎区域方 我请他10分钟后回报 因为这种情况下,载体设定对不对10分钟就知道了 10分钟后他回报已经不痛了 过一日后再次回报完全不痛了 现在我就用MTS5教大家如何设定 首先我们可以从副方药材里头选B百朝方 找到消炎区域方 然后呢,再选动态经络 我们可以找到小肠经左,三胶经左 不需要点穴,这样就行了 全部用动态经络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握拳无力的情形 那么神经是在B神经虫的位置 然后传达到他的手掌 直接让动态经络去跑 不用特别去点穴位 直接让动态经络跑就行了 记得点选声音 然后设定时间 再按Play键 OK,那么现在我就再告诉大家第二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 我是病人 因为指导大儿子分离肌筋膜粘连的手法 我的手臂让他练习 由于他的手劲过大 所以反复调整几次之后 他又在我的手臂上示范了一些手法 问我可不可以用 我告诉他那些手法有危险性 最好不要操作 当天我的手臂上示范了一些手法 当天我的手臂并没有不舒服 但是隔日却出现大面积的刺痛 刀割痛 这种情形是局部血管发炎 神经发炎的症状 在药令宝典里并没有记载 所以大家要记起来 这时候就要用血酸方了 这种现象往往是渐进式的 所以容易忽略 我用血酸方跑了三天才完全没有感觉 因为即时发掘到就立刻设定载体 因此可以缩短时间 好 那么我们就区别一下 血酸方跟消炎区域方的使用时机 消炎区域方是患处 一般会呈现红肿热痛 而且是当下立即因某部位受伤所造成 我先把这个经络点掉 我们现在可以用放大镜来搜寻一下 消炎区域方可以用在脑震荡所导致的头抽痛 这时候你可以用消炎区域方再加上葛根汤 只要头部有过撞击 一定记得消炎区域方至少要跑两个星期 那么也可以用在皮肤有疾病的时候 有红肿热痛的现象时也可以用消炎区域方 然后再搭配其他的治疗皮肤病的方 也可以用在急性扭伤的时候 不过在急性扭伤两星期以上就必须要用怀关节炎方 这里是必须要注意的 这是消炎区域方 那么我们现在再查一下血栓方 好,你们现在看血栓导致身体肌肉疼痛 这时候要用血栓方 那么如果说膝关节内侧有血栓的时候 你们可以再加炮皮筋跟肝筋 不过呢 这一次我的血管发炎,神经发炎 我并没有用其他的经络 我是直接单独只有炮血栓方 我们可以从B也是一样找到C 然后找到血栓方 好,我用了两张 这样子大家会点选血栓方了吗 好,血栓方通常会用在莫名其妙的Tone 那这时候呢 最好请病人回想前日或是数日前 是否有做什么特别的事 另外静脉曲张或是有血管栓筛问题的时候 也是用血栓方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够分辨血栓方 跟消炎区域方的使用时机 谢谢大家 下次见